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,有关于她野史数不胜数,其中,关于她豢养男宠的野史也是最多的。 据说,女皇的男宠个个身怀绝技,但都下场凄惨,这究竟是为什么呢?武则天挑选男宠的标准是什么?这里是小豆之历史,订阅我,小豆之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。 据史书记载,同男性皇帝拥有后宫三千家利一样,武则天的男宠也多至三千,但是在武则天的众多男宠里面,最出名的是以下四个人。 薛怀义 薛怀义,原名冯小宝,他是武则天第一个在历史上有记载的男宠。 薛怀义原是一个在市井卖高药的小贩,因身材魁梧,健壮,被选进宫,成了千金公主的晴朗。 当时武则天大权在握,千金公主为了讨好武则天,于是就把薛怀义献给了他。 多年守寡的武则天见到魁梧健壮的薛怀义之后,非常喜欢,碎流用,但是为了使薛怀义出入皇宫更加方便,武则天便让他薛发为僧,并在洛阳修建白马寺,薛怀义出任主持,从此借举办佛式之名,薛怀义便可自由出入皇宫。 薛怀义得宠期间,凭借着自己的如黄巧舌,不断得到提拔重用。 他不仅为武则天督建明堂,还曾多次以大将军之名出兵讨伐突厥,并由此因公受赏薛怀义两次讨伐突厥,运气都出奇的好。 他兵未至,突厥就逐水草而去,消逝得无影无踪,而薛怀义当然把此归结为自己的功劳。 沈南涝,可是就在薛怀义宠吉义时,飘然自得的时候,一件让他非常恼火的事发生了,那就是武则天看上了太医沈南涝。 武则天自于沈南涝好上之后,薛怀义越来越受到冷落,终于有一天心怀妒忌的薛怀义一气之下,把自己曾为武则天督建的明堂烧了。 可是对于这件事,武则天不仅没有致罪于薛怀义,并且还让他再次兼凶明堂,因为他觉得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,再者说,薛怀义之所以这么做,也是出于对沈南涝的嫉妒,这恰恰的说明了自己的魅力依然存在。 这一次,薛怀义虽然得到了赦免,但是心中依然不愤,他经常私底下宣扬武则天的丑事,武则天知道之后,终于忍无可忍,设计将其杀害。 薛怀义死了以后,沈南涝成了武则天唯一的处,可是已过中年的沈南涝虽然仍文雅风流,但已身心虚弱,他极尽所能地想服侍好武则天,但已力不从心,因此没过多久,武则天便陷入了寂寞郁闷当中。 张一芝和张昌宗 张一芝,张昌宗是一对亲兄弟,唐太宗时奉歌侍郎张九成的儿子,二张兄弟当时都只有二十多岁,并且风度翩翩,相貌非凡, 在他们成为武则天男宠之前,二人都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的贫妇,后来太平公主因见母亲寂寞难耐,出于对母亲的孝心,遂割爱,将二张兄弟献给了自己的母亲。 二张兄弟除了长得漂亮之外,还精通音律,善谈能唱,最厉害的一点还是他们侍寝的本领高超,因此武则天一得到他们,就宠爱非常。 那么武则天宠爱他们到了何种程度呢?举个例子就知道了,有一次,武则天的孙子李崇论,孙女永泰公主和孙女婿武庭基因布满二张仗势霸道的嘴脸,私下里议论,不想这件事被二张知道以后告诉了武则天,而武则天竟因此一下子把三人全部处死了。 由此可见,当时武则天对二张的宠爱到了何等程度?二张借着武则天的宠爱,势力迅速膨胀,一时间权倾朝野,蔑视群臣。 朝中大臣虽然对二张的行为极为不满,但是涉于武则天的威严,均敢怒而不敢言。 直到公元705年,武则天病毒,卧床不起,朝中拥堂大臣发动政变,把武则天从病榻上请下了皇位,顺便诛杀了二张兄弟。 其实这次政变名义上就是以二张兄弟谋反而发动的,可见当时朝臣早已对二张兄弟恨之入骨了。 武则天到底消费过多少男色?这一点史书上并无确切记载,这种事情是不能上典章的。 但他以国家权利,让男色消费合法化,却是真实地开创了皇家先例,建立了中国古代第一个,也是唯一一个男后宫体系。 换句话说,武则天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合法消费男色的女人。 男皇后宫家里三千,女皇的归中秘男也不会少,除了薛怀毅这样专职的宫企享受的男非外,还有兼职的朝臣。 近时,如柳良斌,侯祥云等,也都曾是武则天的面首。 据说,有不少楚男因在床上表现欠佳,不能让女皇帝满意,满足,都让武则天处死,神秘消失了。 以至于有了武则天几乎晚节,会乱春宫的使节定论。 武则天消费男色的手段,与男皇选妃子一样,才选派专人给他物色可异的男人,就唐书《张行成传》中透露了这个秘密。 天后令选美少年为左右奉承供奉,但此举遭义是传统的朝臣剑法。 其中有这么两位女选官表现出色,其一是太平公主,太平公主可不是别人,乃武则天的亲生女儿薛怀毅,张一芝,张昌宗等,就是太平公主自己先试用,感觉满意之后。 才送给母亲的,合演了一出中国历史上母女共夫的现象。 另一著名的女选官是上官娃,上官娃视为宫中女官,后称为中宗李显的公妃,授封结余,李显是武则天的儿子,上官娃就是武则天的儿媳妇了。 儿媳妇给婆婆物色星号面首,可称古今女人消费现象中的又以奇绝艳闻。 武则天选男宠,还有一套心经,据说他从男子的外表特征上便可看出其性能力之高低,如果男子的鼻大良直,其下体一波雄壮,长得粗长,床上功夫自然不会太糟糕。 除了选拔外,武则天的男宠还有推荐上岗。 推荐有自荐和他荐荐两种方式,在武则天的男则消费过程中,两种方式的荐都存在,说白了都是拉皮条,如男宠之一侯祥云,便是自荐上了武则天的床,就唐书张昌宗传,记载,左肩门卫长使侯祥云,杨道状伟,过于薛怀义,专欲自尽勘奉陈内供奉。 另外还有父亲推荐儿子的,这是他建的一种,如柳良宾,便是他父亲推荐的,上射凤玉柳膜,自言子良宾洁洁白,美须美。 续养男宠的原因,作为一个女皇,一个精明的政治家,武则天续养男宠,应该说主要是为了显示女皇的威权。 二章入世后,武则天已年满73岁,就算生活忧郁,养生得法,服用春药,也难使一个老于返老还童。 他这是,在向众人炫耀,既然男子为帝,可以有成群的嫔妃,女子登基,也应该有侍奉的男宠,翻开中国的历史画卷,女人为帝绝无仅有。 他作为一位女性政治家,在男性皇帝专制时代,享立于不败之地,可以说是树打招风,面临孤军作战的艰难。 为使臣民信服,就要人为帝,主动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和尊严。 他在所有的领域内,都要行使同男性皇帝一样的权利,都要享受同男性帝王一样的利益。 因此,在性的问题上,他也要效法男性帝王。 关于武则天养男宠的问题,被诟病了一千多年之后,现代人似乎更倾向于这样的观点。 男女平等,男皇帝可以三宫六院,为什么女皇帝就不可以有男妃? 男妃在这件事上指责武则天实在是太封建了些,可是我们细想一想,女皇养男妃实际操作起来。 和男皇帝那妃妾还是无法完全平等相当的封建社会的女人,受后天生长环境所限,绝大多数都没什么见识,没什么行事能力, 一招选在君王侧后,只能任由君主随意摆布,命运被动地掌握在他人手中,连赵飞燕,赵鹤德这样手腕高超,把皇帝玩弄于鼓掌之中的人物, 再不慎让皇帝死在自己床上后,也只有乖乖束手就擒,悬梁自尽的份。 五千年来,敢于谋害皇帝的宫女,好像也就只有明朝的那什么杨金英,行翠莲,好像最后因为手笨还没成功。 最后也是束手就擒,被灵池处死了,所以说,男皇帝在宫里,不管身边的妃嫔,宫女对他有无怨气,可以保证基本上是安全的。 但女皇帝身边养的男妃就不同了,即使是张一芝,张昌宗这样涂脂抹粉,一生娘气的傍腹婆的古代鸭子, 他们毕竟也是有着相当行事能力的男人,是从小受着男权社会的教育长大的男人, 他们虽然入宫侍奉女主,但并不像女人那样被关在深宫中,照样在宫外可以从事社会活动。 这样看来,一个年过八旬,并卧在床的老妇人。 身边却是两个大男人侍奉,在安全保卫方面的确大成隐患, 也难怪朝臣们会纷纷上书奏剑,也实在不能全怪朝臣们使封建思想作祟。 我们再来看看张一芝,张昌宗兄弟,当女皇卧病时, 以他们的性格站在他们的立场,会有怎样的情绪,据史书记载。 张氏兄弟的人品很差,仗着女皇的宠爱与袒护,受贿卖官, 欺饶百姓,奢侈腐化,陷害忠良,甚至还有谋逆的野心。 实际上,不管他们私得如何,这两个人的处境其实是很可悲的, 无论女皇在世时如何的风光。 一旦女皇驾崩,等待着的只有为君主训死的命运, 那么,当女皇年事见高,最终抱病之时, 这两个向来就充满了强烈的欲望的面首。 难道就甘心乖乖地束手,等待着末日的来临吗? 难道他们就不会想到,利用自己最为接近皇权中心的身份, 放手一搏吗? 据史料记载,女皇最后几个月卧床不起, 连大臣都见不到她一面, 仅只有二章在她身边之时, 屡次有人作妃书在街头张贴, 说一只兄弟谋反, 虽然史料并未记载张氏兄弟有何具体落实的谋反行为, 但这些迹象绝对是无风不起浪, 又据说张一只刚建好一座宅邸, 晚上就有人扮成鬼在墙上写鬼字, 能得几时, 次日张一只发现后令人刮去, 但第二天晚上又有自己出现, 如此反复好几天都是如此, 张一只只得在鬼书后面加提了一句, 一日极足, 此后鬼书再未出现过这个诡异的故事, 是否暗示着深宫中已发生了极其隐秘的变故, 张一只的兄弟张昌仪也曾对人说, 丈夫当如此, 今是千人, 推我不能倒, 极其败也, 万人请我不能起, 以他们的处境, 心中对未来抱有恐惧是正常的, 但能将恐惧化作这样的言语, 对他人道出, 令人无法相信他们会束手待毙, 毫无行动, 当时的大臣唐修兹也曾对太子李显这样说, 二章嗜宠不臣, 必将为乱, 殿下一辈止。